很多人訓練太極會訓練到膝蓋痛 那是甚麼原因呢? 有甚麼補救的方法呢? 我們今天跟大家探討一下 關於訓練太極時的身法、馬、步法 應該如何處理 我們知道訓練太極都是為了養生 都是希望痛的地方訓練到不痛 當然不是不痛都訓練到痛 那就不是訓練太極 訓練太極會有個方法 有很多規範我們都要醫從 從而令練習太極可以為我們消煩、解痛 身體整體來說都越來越好 首先探討一下為甚麼會練到膝蓋痛呢? 一般還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一般就是跪膝 第二就是放了膝蓋 首先我們理解一下 甚麼叫跪膝 為甚麼跪膝會令膝蓋痛呢? 很簡單的 如果膝蓋向前傾 超越了腳尖 為之跪膝 更加不好的膝蓋向後傾 在現在這個情況裡 全身的重量 包括膝蓋以上大腿 整個身、頭、手的重量 都壓在兩個膝蓋裡 兩個膝蓋負荷很重 為之跪膝 很多人練太極 他們會做這樣的動作 為之跪膝 第一,膝蓋超越了腳尖 甚至是四平馬裡 膝蓋超越了腳尖 或者在一邊馬裡 一邊膝蓋超越腳尖 那就更加差了 即是 不是全身的重量 放在兩個膝蓋 是放在一個膝蓋裡 那就更加傷 為之跪膝 第二,馬偏了 第二,馬偏了 怎樣馬偏了呢? 膝蓋離開腳尖 有人往一邊領 膝蓋向一邊擺 膝蓋離開腳尖 也是全個人身體的重量 放在一個膝蓋裡 那就傷害了膝蓋 跪膝加擺放在另一邊 就更加傷 跪膝兼擺在另一邊 就更加傷 所以練太極 練傷了膝蓋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一個人 硬來支撐 做一些大太極的動作 就練太極 傷了兩個膝蓋 越練就越傷 越勤力練就越傷 就為之跪膝 和把膝蓋放在另一邊的壞處 要講一下 如何練習才能為之正確呢? 就是要在我們坐馬 這個理念上去找答案 一件事 膝頭 即是我們的膝尖 兩邊膝尖 兩邊膝頭 一定要維持在腳尖上面 譬如我們放一個偏馬步 往後坐 兩個膝頭保持在腳尖 不要過去 寧願不及 都不能超越 好 如果你想再低一點 都要往後坐 當然 身要保持平衡 要垂直 要往後坐 兩個膝尖 不能過腳尖 唯一一個偏馬步 我們中心是向鏡頭 右手邊45度 兩個膝尖不能過 有兩個關鍵 一 一 要不可以頂後跨 二 要後腳 腳尖 往後頂 譬如 我們現在仍然是放一個偏馬步 我現在中心是向著我的左手邊 45度 現在我後跨向前頂 向下坐 那就跪了 跪了 即是現在 我後膝頭已經離開了後腳尖 現在跪了後膝 如果我的前膝往前頂 過了腳尖 就兩隻膝頭都傷了 後跨往前頂 就是第一個錯誤 當然不可以 如果我們想往下坐的樁 穩穩一點 或者我們表演的時候好看一點 要往後坐 收後跨 後跨往後抽勁 往後坐 現在兩個膝尖 是在腳尖上面的 就沒有跪失了 身是仍然是可以圓轉的 可以發力 可以發勁 可以拖拉的 這個是比較好的馬 人往後坐 不是往下坐 是往後坐 把刀開圓 往後坐 不是把兩隻腳 打平拉開 這樣就不太極了 沒有圓形在裡面 跨是直的 跨要圓 後跨要縮 後跨往後抽勁 當開圓 為之是太極的馬 另外一方面 後爭 要往後頂 怎樣 為之不是往後頂呢 譬如 我現在把馬拉到很闊 希望坐低一點 馬 好像 功力很高 然後 兩個腳尖是往兩邊指的 往下坐 即是沒有太極 即是堅硬坐得很低 表現得很低 這樣的意思 但就是沒有了一個穩蕩 沒有太極的穩重 要怎樣呢 跨要圓 我們就要往後縮 身體往後坐 膝頂著腳尖 後爭往後頂 才能開圓 後爭要往後頂 頂成怎樣呢 天圓 地方 怎樣位置天圓地方 我們看回古銅錢 銅錢都一樣是這樣的設計 外面是圓的 裡面是四方的 外圓 內方 代表天圓的 地圓是四方的 怎樣 天圓地方 就是地球是四方的 天才可以圓轉 地球如果不是四方 天是轉不到的 即是說 我們人站在這裏的時候 兩個腳尖 往兩邊擺開 我們現在的當是V字形的 是尖的 上身是轉不到的 要兩隻腳擺成四方形 膝頂著腳尖 身往後坐 開圓的當 上肢就可以隨意圓轉 地是四方的 天才可以圓旋運轉 上身才可以圓轉 譬如現在我是四平馬 兩隻腳是平衡的 地是四方的 天是圓轉的 如果我偏馬步 領過來 現在向我隨便一邊 四十五度 但兩隻腳都要擺成四方形 即是說 兩隻腳是平衡的 我們才可以保持到 這個天的圓轉 當要開圓 後跨要縮 上身才可以隨意圓旋 運太極 天圓 地方 這樣就不會傷失了 這個大約就是 為什麼有些人會練太極 會練傷的膝頭 膝頭會痛 就是因為原因 就是不管任何 只往下坐 違反了天理 天都是膨脹的 向四面八方膨脹 而是不可以 就近往下坐 是練不到太極腳 因為在下面沒有四方形 去支撐上面的圓形的圓轉 要圓轉 靈活 兩隻腳要擺成四方形 在任何的情況下 兩隻腳都要擺成四方形 不管你是走什麼步 貓步 或者是產地移出 塵色步 都是要保持兩隻腳 是四方形 就可以練得比較好的 太極的裝法和步法 免得練傷的膝頭 兩隻腳 同時 三隻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